你们来了 师父还在闭关私药方呢 恐怕还得几日 真不好意思 我们老来催才真是不好意思 等师父一有消息 自会通知你们 看来我们要在这里等几天 东奔西跑了这么久 现在有空闲了 我想回家乡一趟 穆姐姐的家乡 从没听姐姐你说起过呀 我们可以一起去看看吗 这 不方便吗 回家乡 之前并未听穆姑娘说过她的家乡 江兄之事刚刚结束 她此时要离开 穆姑娘 之前不曾听你提过家乡的事 我也颇为好奇啊 是啊是啊 不过 不方便的话那就算了 我们就在这儿等你回来 没关系 你们的话没关系 我家乡 比较偏僻 我想先采买些东西 有些家用的东西 可能鼠山上没有 折剑山庄 离这儿较近 我们先去那儿一趟吧 折剑山庄 短时间内 我实在是不想再去 嗯 我现在要是看见四大世家的人 也想大骂他们一顿呢 不如 我们去碧溪村财买吧 家乡 家乡 待会儿 我也托人烧风献回家 向爹和二叔报个平安吧 圣贵八十七两五十八文 罗写客官 多谢大少爷 不客气 客官客官 你得付钱呢 我真没钱 要不我给你看几篇柴火 等等 付钱的来了 这声音听起来 有点儿 小少爷 小少爷 快来救命啊 小少爷 多亏你在这儿 不然啊 我就真得砍柴底仗了 谢兄 为何每次遇见你 都是这般亲家 吃白石和赖账 都成了谢兄的专场了 没办法 我一向不拘小节 没钱这种小事 总是发现得比较晚 对了 看你们买了不少好东西 这是有什么好事啊 我们是来采买货品的 待会儿要去木姐姐家乡我啊 哦 加我一个吧 刚好这几天我又没钱吃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了 对了 上次在仙竹林 你们还欠我一顿饭 过了这么多天 厉鬼厉 怎么也该有好几十顿了吧 还有这么不要脸的算法啊 算了 你爱来就来吧 我家在东南方 得走一处 凌驾乌鹰谷的地方 才能进去 咱们买的东西 就都请谢兄扛着好了 反正谢兄整天 除了吃饭打混耍赖 什么都不干 哇 这里可真够阴森哪 是你自己非要跟来 从到这之后 木姐姐就好像变得 有些不一样了 有吗 她对我一直没好气 你们如果觉得有什么不舒服 一定要马上告诉我 这里的景色虽然有点恐怖 不过我到这后 倒是觉得身体舒服多了呢 对了 就跟在吃有种类时一样 嗯 草谷道长说过 霞姑娘身染磨气 因此在同样有磨气的吃有种 感觉舒适 可以理解 但这里又是为何 吃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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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有 只待两天 不会有事的 应该不会有事的 只待两天 不会有事的 应该不会有事的 就会不会有事的 吃有种 吃有种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真是感觉复天鼎都要比这儿好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木姐姐 我的意思是 这里本来就是这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妹子 你也没说错 过来 小黑连我都不大理 居然跟妹子你一见面就这么亲近 看来是很喜欢你啊 她的个头好像比外面的猫要大上一圈 山里的猫都这么肥吗 小黑的个子是大了一点 说不定她是山神的孩子吧 山神? 据说很久以前 这个地方经常碰到暴雨 山崩之类的天灾 所以在这儿的生活很艰苦 后来有一天 一个人上山的时候 不小心跌落悬崖 摔断了腿 又饿又痛 快死了 绝望之下她大喊 要是这山有山神的话 救救我 我回村后一定天天供奉你 然后山神就真的出现了? 出现的是一只全身乌黑的大豹子 她把那个人背回村里 于是村民们将她当作山神 日日供奉 也许是心诚则灵吧 从那以后 山里就再没有发生过什么天灾 大家又为山神修建了庙堂 对山里的野猫虎豹 也都怀着敬意 但 这村子现在的样子 不像是平安无事啊 都是因为那次大地震 地震 是十六年前那次吗 先去我家吧 就在村子广场北面 之后我们再慢慢谈 小岚回来了 是啊 我带了些吃穿用度回来 待会儿分给大家 这次你走了好久 在外面过得还好吧 看起来瘦了 哎 以后 你还是不要老往这里跑了 小狼儿 你回来了 凌歌 我回来了 凌歌 他比穆姐姐小那么多 穆姐姐是叫的 凌歌吧 小兰儿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天气真好啊 哈哈哈哈 你要回来干什么 学orb 打 小兰儿 小兰儿她 已经好心了 叫我村长 村长 看起来还没我带 这里是我的家 我当然要回来 你十六年前 就不是木矮村的人了 这儿不欢迎你 少回来添乱 又是十六年前 在你们身子治好前 哥 你别想赶我走 哥 你居然还带外人进来 我没有你这样糊涂的妹妹 赶紧带着那几个家伙滚出去 我是木矮村的人 你别想赶我走 而且这次 我拿了鼠山的仙药回来 你一定得试试 仙药 以前都试过那么多药了 这回估计也没用吧 你就知道做无用的事 他们吵起来了 怎么办 穆大哥 有话好好说嘛 再说天也快黑了 我们走了大半天才进来 又累又饿 好歹让我们先歇一夜再走啊 家里没那么多房间 你带他们自己找空屋吧 都回去干自己的事 看他胡闹干什么 穆姐姐 你没事吧 我今天一定要他听我把话说完 你还想说什么 十六年 外貌没有一丝改变 你真的觉得这样好吗 哥 我希望大家都能恢复正常 能够离开这里 闭嘴 我们在这不老不死 这是多少人 求仙问道都得不到的 我们现在可以说和神仙一样 你少胡言乱语 还有你们 这个村子不欢迎外人 我只让你们休息一夜 明早就给我滚出去 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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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出去 出去 只有你才自欺欺人的说什么等徒神仙 看看这村子的样子 那些黑雾像是仙器吗 看看你们的样子 说是变鬼还差不多 小黑 呃 又 又吵起来了怎么办啊 他们兄妹的事 我们不好查罪 呃 阎松 什么事 小兰带了新的药回来 我想 我们有山神的庇护 可以长生不老 吃什么药 无法长大 离开村子就会死 算什么庇护 远哥 你来得正好 这不是草谷道长炼制的驱逐魔器的药吗 我这次在天下闻名的蜀山派见到了一位精通医术的草谷道长 他告诉我 十六年前那场地震 导致一些魔器泄露到人间 接触到魔器的人 有些会死 有些 则会被魔器侵蚀 而是身体变得跟寻常人不一样 我以前找来的药 都是寻常大夫开的 自然无法对付魔器 但这次不同 这药是蜀山高人锁链之 一定可以洗去魔器 让大家恢复正常 作词 先药 哥 你干什么 什么蜀山 从没听说过 你拿这种所谓的仙丹来 是想害了村里的人吗 你闹够了 可以走了 你 你不可理喻 我是不会死心的 你还有什么事 为什么不肯让我吃药 以前小岚拿回来那么多次药 你从来没有这么反对过 我惯了她那么多次 她才敢这么一再胡闹 能在山神的庇护下长生不老 是我们的幸运 我不会再让她这么捣乱下去 瘫痪 刚活下来的时候 我确实很感谢山神大人 可是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 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有时候真觉得 还不如当时就死了得好 小黑 我这样做 真的是对的吗 原歌 小岚 我不明白谭桓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真的觉得我们这样活着 是一种幸福 村口有几间空屋还能住人 我们今晚就住在那里休息吧 这里比较暗 如果想私下走走的话 要当心脚下 木姐姐 我家原本是五口人 爹 娘 哥哥 我 小妹 这村里的人 大半都姓木 大家都认识 日子虽然说不上富裕 却过得很快乐 可是十六年前那场大地震后 一切都没了 那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场地震 村里死伤了好多人 爹娘都去了 更糟的是 阵后还发生了疫病 活下来的人 有很多都染了病 我的小妹 那天 眼看小妹快要死了 可是不知从哪里 飘了一阵黑雾 小妹碰到黑雾后 竟然坐了起来 还能叫我姐姐 谁知我们只高兴了两天 那雾就变得越来越薄 小妹也越来越虚弱 后来 终于去了 好些和小妹一样 一度好起来的人 也都在那个时候死去了 眼看村子 就要成为死村 没生病的人 都离开了村子 我当时才六岁 哥哥突然把我 一起带了出去 骗我说 他很快就会赶上来 后来听说 把我送走后 哥哥就一个人进了山 说是去向山神求救 后来呢 我等了好久 哥哥始终没有来找我 十岁那年 我终于等不下去了 一个人找回村子来 却发现 整个村子和雾音谷 都笼罩在黑雾里 整天不见太阳 村里好多 好多我离开时 已经奄奄一息的人 竟然都还活着 都活着 那不是好事吗 如果他们都已恢复健康 那自然是好事 但是看穆姑娘 兄长的形貌 竟然像是 十二三岁的小少年 这之中恐怕 从那场地震开始 哥哥就再没有长大过 不只是他 村里的人 都还是十六年前的样子 却连小黑都跟我 小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 我叫哥哥跟我一起 搬到外面去住 他却说 他向山神求来了 这片黑雾 保住了大家的性命 只有留在这里 才能受到山神的庇护 他不会走的 也不会让别人跟我走 他还说 他们这是长生不死 叫我不要再来打扰他们 可是哪有长生不死 是这样的呀 被枯在这个 又小又黑的山谷里 就算能活千年万年 过的日子 还不是跟鬼一样 谁知道 他求的那个山神 是真是假 说不定根本就是个冒牌货 想把我们生生困死在这里 我一定要治好他们 让大家能到外面去 过人过的日子 今天没说服他 明天我再去 就算是逼他 也要让他吃药 不好意思 我有些激动了 我出去走走 你们先休息吧 他这么失魂落魄的样子 还真让人看不习惯 心里闷得慌 我也出去走走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回事 还给我 把药还给我 怎么了 小黑把药丢走了 别让它 药 小兰 等等 小兰 怎么回事 远松偷偷进我的屋子 想拿小兰带回来的药 谁知小黑 却突然抢先把药叼走了 于是他就追了过去 小黑应该是去了山神的 就在山谷岔路 黑雾特别浓重的那个路口 原因以后再说 你们脚上坏了 赶上他们后 千万不能让远松把药吃了 千万不能 明白了 明白了 黑雾特别重的路口 应该就是那边了 什么声音 我们快去看看 木姐姐 木姐 木姐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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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住手 冷静点 先听听李大哥走过 善神大人 您没事吧 无碍 别担心 离上晕倒的那个人 还没服药 太好了 哥 什么太好了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到如今 我也无法再瞒下去了 其实在十六年前 现在村里的人 就都已经死了 十多年前的大地震 不仅毁了村子 还在这撕开了一条 连接鬼界的缝隙 当时弥漫到村子里的 就是这里泄露出来的鬼气 将死的人接触到鬼气 本该离体的魂魄 被鬼气勉强与躯体 维系起来 因此 才留在世间 后来缝隙逐渐合落 露出来的鬼气 越来越少 等鬼气完全消失 他们的魂魄 就会再度离体 小妹的 就是这么死的 怎么会这样 当年 我找到了珊珊大人 请他救救村子里的人 可是 没有办法 救那么多人 珊珊唯一能做的 只有一直撑开这条缝隙 让鬼气能持续流到村子里 让本该死去的村民们 可以勉强留在世间 这件事 村里的人也都不知道 原来 不是魔气害人吗 对了 大哥十六年前 你不是好好的吗 你不需要鬼气维持生命 对不对 那你和我一起到外面去好不好 至少你跟我 一起走好不好 我在鬼气里待久了 早在你十岁回村那次 我就已经半人半鬼了 一样离不开这里了 所以 其实我谁都救不了 谁都 救不了 那我这么多年来到处寻你 赚钱满药 到底是为了什么 五姐姐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真相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哥 我不忍心 也不敢 你一直拼命地找大夫 找药 好像除了这件事 你活着就没有其他希望了一样 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怕你知道真相后 会 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哥 你辛辛苦苦地找药 但对死人而言 平常的药是没有用的 而你这次找回来的仙药 如果真的能去除鬼气 那失去鬼气的人 恐怕就会死 于是你就撒谎 说你们这是长生不良 叫我别再打扰你们 哥 你继续骗我吧 骗我说你们没有病 你们不劳不死 好不好 哥 小蓝 小蓝 哦 那个人 远苏 远苏 我 快把药给我 吃了它你会 我都听见了 我已经在这世上落待了十六年 可是这十六年 真的能犯活吗 我要赌一把 就算死掉也没关系 至少那样 我是作为一个人而死 可怜苏 这就是人的感觉 我都快忘记了 鬼祭消散了 山神大人 请您救救他 我没有办法 没关系 远哥 远哥 谢谢你做的一切 小岚 我 他 好爱 山神大人 不好 他似乎快不行了 要是没有山神 鬼祭缝隙就会河楼 那村民就 山神大人 求您撑住 求求您 我的力量 只能支撑到 如今 我明白 您一直撑开鬼祭缝隙很辛苦 可是求您再支撑一会儿 让他们能多活一刻也好啊 求求您 这地震 鬼祭缝隙要合拢了 山神 没有 没有 用的 梳辫子的姑娘 你 过来 你 你的情况 和这里的村人 很小 你的情况 魂魄 魂魄 被一股 魔力 勉强 留 在 身体里 我 我的 我的 孩子 牛 不要 冤恨 我爱尊 这 是 我 很喜欢 山神大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请您再尝尝 走 糟了 冯夕要合拢了 鬼祭 要没了 大家都会死 好 穆姐姐 穆姐姐 如果我刚才没有上到山神 事情就不会这样 孟姑娘 快起来 凤系合拢 这儿不知道会怎么样 我们先离开再说 我们先离开再说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小岸 都是我的错 哥 鬼祭不是一两天就会全部消散的 你给我起来 先保住你这条命 再给我想办法怎么救大家 到了现在 还能有什么办法 办法不都是人找出来的 神神 神神能靠自己的力量撑住缝隙 现在就换我来 你 你 只要还有希望 就别放弃 你的亲人朋友 都还要靠你 去寻解救之法 可是 山神都撑不住了 你能撑得了多久 来得及吗 时间 我 给 小黑 凤夕 我 撑住 救人的办法 你们陪小岚剧长 我 我 也 很喜欢 你们人类 我也很喜欢 小兰 你一定能 救大家 我也很喜欢 小兰 小兰 你一定能救大家 你回来前 我会撑住 娘能做到 我也能 不要放弃 你 对不起你 谢谢你 小黑 看 总会有希望的 别那么快放弃 小兰 小兰 哥 哥 哥 我一定会找到法子的 一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还请你们不要绝望 相信小兰一定会找到拯救村子的方法 请你们相信我 唐环 别这么说 当年你本来可以扔向我们带着小兰儿走的 可是你为了我们去找山神 又为了我们留在村子里 也变成了半人半鬼 这个村子到现在还没有回 全是靠你啊 是啊 还有小兰 这么多年一直拼命为我们找药 辛苦你了 我们欠你们兄妹好多 说谢谢还来不及呢 是啊 是啊 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十六年前 我当上村长 是因为那时 村里只有我一个健康的人 这个村长 即使我那时当得并不情愿 也想过丢下村子离开 可是 昨天当知道鬼气要消失的时候 我才发现 没有这个村子 我一个人 根本没有勇气活下来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我一定会找到救村子的方法的 一定 孟姐姐 昨晚 多谢大家了 不用客气 再说穆姑娘昨晚对我 可比平时凶巴巴的态度好多了 你少说一些废话 我也不会平白无故凶你 好 好 我闭嘴 省着力气吃饭的时候 能多吃几碗 穆姑娘 穆兄 接下来准备如何 我没法离开村子 还是要辛苦小兰找解放了 小兰 这些年来 哥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哥 别这么说 我盼着你回来 看着你长大的样子 才觉得我们还是活着的 可是 我又怕你在这儿待久了 跟我一样被鬼妻侵蚀 再也没法离开 一直对你说些刻薄的话 对不起了 哥 爹娘和小梅都不在了 会用这种家人的口气说我的 也只有你了 你说多少 我都愿意听 傻小兰 在这里待久了总是不好 你们还是尽早走得好 小兰 就麻烦你们照顾了 你放心 穆姐姐本来就是我们的同伴呢 这是小黑在给你们送行呢 我一定会找到办法的 我去看看小黑的情况 就不送你们走了 一路小心 我明白 哥 你们也要好好地等我 我们会的 我有些事 要告诉大家 其实 最初和你们在碧溪村相遇 不是偶然 为了给村里人看病买药 我需要很多钱 这几年 我为了赚钱几乎什么事都做 而在碧溪村的偶遇 也是因为当初 有个人出了大价钱 故我接近你们 原来是为了亲人 穆姑娘才回 但 但是姐姐你和我们搭上话 是因为 那几个 你说那几个小混混是吧 他们也是我找来的 为的就是制造个机会 以便加入你们之中 这一路上 我传了不少消息 给那个雇主 恐怕 江兄弟和千锋岭的关系 也是从我这露出去的 品鉴大会后 我会提议离开中原 其实也是那个雇主受益的 霞妹子病发时 提议去苗江 也是因为她要我设法 带你们远离中原武林 一段时间 那个人 是谁 她一身黑袍 戴着一个白色面具 除了第一次见面外 我也只在神将秘境 和青木居见过她两次 但从没见过她的真面目 不过 那个人对江兄弟和霞妹子 好像特别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 江兄弟如今会成为魔君 或许也和他有关 果真 神将秘境 是龙鸣死时看到的那个黑影吧 还有一件事 数日前 数日前 她曾传信给我 要我 要我随时准备将霞妹子交给她 我 我 霞妹子放心 无论如何 这件事我是不会帮她做的 而且 今后我也再也不会 为她做任何事了 这些话说出来后 我心里舒服多了 当然 我也没脸再待在你们身边了 穆姑娘 夏侯少爷 请让我把话说完 之前犯下的错 我不知如何补偿 但我保证 等找到救治村人的方法后 我会去找江兄弟和丽颜兄弟 任由他们处置 不许走 你说过会帮我治病的 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 我们刚刚也答应你哥照顾你了 我可不想当赖皮鬼 妹子 不错 我也不想言而无信 再说了 你既然说自己对不住大家 那又怎么能一走了之 穆姑娘不是这么没担当的人吧 正是如此 穆姑娘既然有心弥补 更应留下 面对自己犯过的错 这才是真正的勇气 穆姐姐 我们不是好姐妹好朋友吗 有什么事都该一起分担才是啊 我明白了 谢谢 你这么客气 还真让人不习惯 听了穆姑娘的话 那个神秘雇主 令我十分担心 她到底有何目的 霞姑娘 你和江兄第一次见面 是在最初到我家 还玉钱时吗 嗯 在那之前 我肯定没见过她 既如此 在那之前 你们应该并无瓜葛 如果这个神秘人的目的 同时是你们俩的话 很可能就是在那时 发生了什么 引起了她的注意 话说起来 江小哥的魔气 就是在那几天爆发的吧 确实 难道 那人便是在当时注意到了江兄身上的魔族血脉 意图利用她 调起江湖 那她关注霞姑娘又是为何 此人与龙鸣也有所关联 目前来看 霞姑娘 江兄 龙鸣三人身上的共同点是 魔 霞姑娘身上有魔气 江兄有魔族血脉 龙鸣曾默认自己是妖魔 莫非 霞姑娘不只是魔气的受害者 还与妖魔有更深的关联 那绝不能让此事张扬出去 为她招来危险 这人这么神秘 要找出她很困难呀 我看 她在夏侯家恐怕有眼线 所以才能在江兄弟和霞妹子第一次见面后 就立刻找上我来监视你 嗯 未免打草惊蛇 此事先不要声张 我们还是先回蜀山 问问药方的进展如何吧 之后 立刻赶回明州 追查此事 莫姑娘 你不如也把村民的情况告知草谷道长 看他可有良方 对 草谷道长医术那么厉害 一定会有办法的 这 村人现在都半人半鬼 蜀山一向斩妖除魔 我怕 你是怕蜀山不讲理 把这儿的人都当妖怪抓起来 尽管放心 天塌下来 自然有个子高的顶着 他们要抓人 小少爷肯定死也不会答应 要说高 谢兄你比我 可要高出半个头 小少爷 你多吃点 自然能长得跟我这么高 说起来 我跟你们跑了这么多路 一顿好吃的都没蹭上 唉 自打认识了你 我才知道 人的脸皮啊 能厚到这种程度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 再来蜀山 心情都不太一样了 我们还是快去见草谷道长 将侠姑娘的真正病因告诉给她 病因 这还能算病吗 侠姑娘 走吧 我们这就去单房吧 不能再让他们为我担心了 慕姐姐村子里的人 和我差不多 他们都能那么坚强 我可不能传分放弃 真是个坚强的姑娘 经历了这么多事 依然能够目光坚定 我觉得你也很了不起啊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 明人不说暗话 你到底是什么来人 该不会是和我一样 也是被那个人指派过来的 你想多了 我不过是个在家呆的问了 所以出来走走的大叔而已 丑话说在前头 要是你对侠妹子和夏侯少爷 有什么不利的举动 我 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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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啊 虽然我欢迎跟人打架 不过我可不想当被怀疑的对象 那明明白白的说清楚不就好了 是你小子 老远看到你的身影 我还以为是认错了 你之前山上无趣 跑下山了吗 这么没几天又回来了 喂 兔崽子 怎么和你师父说话 我可不记得把你教成这样 你哪有当师父的样子 自从你和掌门比武输了之后 停 什么叫输了 我们是打个平手好吗 平手 哼 要不是一贫那家伙 趁我不注意就遇见跑了 再打个三天三夜 定能分出胜负来 就你这样 谁啊 谁都不愿意陪你天天打架啊 好了 说正事 这几天你回忆品鉴大会上的情景 有想起了什么吗 我和灵音师妹又仔细回忆了几次 可以肯定的是 当日江城危急时刻 我们确实曾感到一股福气 是从江城身上而来 不 除了江城 我还隐约觉察到另一股魔气 但这只是片刻之间的感觉 事后 我却并未再感觉到这股力量 另一股魔气吗 和最初在夏侯府时一样 师父 需要我再调查吗 暂时不用了 江城的事小少爷他们最清楚 要是江城想搞什么花样 或是有什么事 他们不会这么平静 可若就这么放着不管 我担心 我明白你的担忧 当初我会在意江城 也是因为他身上的气息 不过人有好坏 神仙妖魔也各有脾气 所谓善恶并不定论 就算江城是魔族 要是他以后安分守己 我们倒也不必赶尽杀局 我明白了 这次我跟他们一块回来 是为了给小姑娘治病的事 等事情都了结了 我也差不多该回蜀山待一阵了 我会和派中弟子提前打好招呼 碰到你们在一起 就当不认识师父 那谢谢了 对不起 让你们久等了 你和那位铁笔道长在说什么 我看他背上背的武器 样的稀奇 就开口问问 谢兄 我们在蜀山市客 还请你言行尽量稳重些 不够在教训的事 那咱们走吧 那咱们走吧